什么是免疫 自体免疫的疾病 其实它就是一个人体的免疫系统 对自身的正常细胞产生了攻击的行为 但是因为正常细胞的抗原 也是不断的会曝露出来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攻击的过程 就不会停止下来 自体免疫疾病它的盛行率大概是8% 所以事实上也不是一个非常少见的疾病 它的原因主要就是遗传上有一个背景 然后在环境上受到刺激 那么甚至于包括荷尔蒙的影响 那在这个时候它激发了 我们本来就有可能得到这个疾病的一个可能性 因为免疫的这些的反应造成了发炎的现象 然后破坏掉人体对于自身保护性的这种耐受性 就会产生攻击自身细胞的行为 我们叫自体免疫 那么它在产生的病变 就变成了自体免疫的疾病 目前所知道的自体免疫的疾病 大约已经将近有200种 那么这个在关节炎来看的话 第一个就是关节炎的树木 譬如这是一个单一的关节发炎 那这时候我们可能考虑的因素 就是像是外伤性的关节炎 这种细菌性感染性的关节炎 或者像是痛风 这种结晶的这种关节炎 那么同时如果是多发性的关节炎的话 那譬如像是内风湿性关节炎 那这一类的关节呢 就是在四个以上的关节区 有这种对称性的发展 第二个重点是它的位置 如果这个病人告诉的是说 它是在周边的小关节 不管是手上 脚上 再包括的是膝盖 根据它不同的位置 会有不同的考量 那么像僵制性脊椎炎 它主要是在下背部 第三个点 对于一个关节炎的诊断 就是你必须要了解到 它是一个发炎性的关节炎 还是一个非发炎性的关节炎 就是在局部的地方 有红 肿 热 痛 我想这是发炎最基本的几个因素 会破坏关节 然后造成它的变形 所以这一类的关节炎 是我们特别要针对的 那另外一方面就所谓的 非发炎性的关节炎 那么当然退化性的关节炎 它就一定是在 使用比较多的关节上 用力比较多的关节上 支撑体重比较重要的关节上 包括像是膝盖的关节 手掌上手指的远端的关节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自体免疫的疾病 那当然这个就是某一部分的抗原 被我们的免疫系统 它认为是一个外来的东西 这个抗原可能已经被一些外来的因素 影响到以后有了一些转变 或者是因为一个外伤的突然的发生 那么让一些譬如在眼睛里面 有一些抗原突然曝露出来以后 过去免疫系统在被教育的时候 不认识这样子的抗原 它就会对自己产生攻击的行为 在局部的地方造成免疫反应的进行 很多的免疫细胞 它过来以后浸润 那么释放出很多发炎的细胞激素 或者是发炎的一些介质 那么造成局部的细胞组织器官 不断地产生炎性的反应 第二个你突然觉得说胃口不好 或者体重下降 或者是觉得非常的疲倦 那这个都是表示身上可能有一个炎性的反应 皮肤上是不是有在面部 有在这个两颊的地方 有产生一个红斑 这个可能是一个所谓的全身性 红斑性狼疮 那另外包括皮肌眼 它也是一样在身上前胸跟后背 会有一些皮肤疹 会有肌肉的无力 渐渐地变成像是戴了手套的印 那么包括一些毛发都脱落掉 那这要考虑到是硬皮症 那包括像雷诺式现象 就是你看到你的手 在天气冷的时候 情绪上有变化的时候 产生了先变白 然后再变成紫色 就是这种看起来是血液很缺少的样子 再过来变成反应性的红色 有这样子颜色上的变化在皮肤 再过来因为关节是一个很多很多地方 都必须要有血管去给它营养的地方 所以自体免疫疾病 它都会有关节的侵犯 身上这些不正常的这些表现出来的抗原跟抗体结合以后 就会形成了免疫复合体 它一定会在循环里面去积存在血管比较多的地方 以及血管比较小的地方 因为肺脏跟肾脏都是有非常多的血流在支持它 因为它要交换气体或者是要排泄肺物 所以有非常多细腻的小血管 所以肺脏跟肾脏也就变成自体免疫疾病 非常容易侵犯的两个重要的器官 当你的家族里面有某一个人 有自体免疫的疾病的时候 就要非常非常警觉 是不是有刚才讲到的这些现象 譬如说内风湿性关节炎 我们要看它发炎的程度 我们就会抽血来看它的CRP跟它的ESR 我们抽血的目的是能够精准地去追踪这个疾病 它的走向 然后适时地调整我们的药物 让病人能够处在一个最舒适的状态 另外一个特征就是它有一个起伏性 这个疾病它会高高低低 我们在女性的病人在生理期的时候 因为荷尔蒙的变化 它会有一些疾病的状态的起伏 譬如说我们今天有熬夜 譬如我们压力很大或者太累 那这些都可能导致我们疾病的活跃性有变化 这是一个比较难治愈的疾病 不要因为自己的情绪而影响到疾病 非常多的研究告诉我们 当你的情绪受到影响的时候 它会影响到疾病 形成了恶性的循环 就会让疾病的控制变成困难 第二个我想非常重要的是睡眠 我看到我很多的病人 如果他们有一个非常好的睡眠 尤其在假期之中 他整个人就精神焕发 那么疾病也控制得相对的较好 第三个我想戒烟 我想烟是 在所有的自体免疫疾病里面来讲 都是一个不好的因素 那第四个就是保暖 尤其在天气比较冷的时候 各位看到因为自体免疫疾病都跟血管有关系 那么血管一旦在冷的状态之下收缩了以后 当然对于枝端的这种循环就会产生影响 运动的话是一周至少要有150分钟 一个礼拜至少要有5天30分钟的运动 我想这样子的运动是保持心跳在130以上 当你面对一个慢性的疾病的时候 多少会影响到心情 多少会影响到你对于生活的态度 所以这个时候可能要有一个很好的嗜好 培养自己的嗜好 要能够积极地去面对疾病 你的健康并不会因为你身体上的小毛病 而受到完全的影响的时候 你就要积极地去面对它 让我们一起能够同行致远聚散有时 我是张德鸣 谢谢